到时候9和1真的会变成是一个以民调为主吗 还是赖清德觉得不放手的地方就来一个争招呢 这大家可以想想看我分析的赖清格信德 觉得他会怎么做呢 你来到宋敬坦白 我是有宋敬 我们看到蔡英文跟他所属的六大门牌 现在大声喊出整个九和一的大选 也就是2026年 他认为应该是要经过民调 请注意是民调 调查的调 而不是民调 不是调整的调 虽然两个字写成一个字 也就是说是一笔民调 但是却写出两个音 因为有些时候台湾的民调等同一民调 而这个事谁干过 就是蔡英文自己干过 他在2019年的4月到5月的时候 跟赖清德连续的辩论达七八次之多 每一次的民调前面他都败 却在最后一次他突然赢了 而且赢了七八个百分点 所以大家后来都说 原来台湾的民调就是民调 就是有人名来帮你调整 叫民调 现在蔡英文是自己打自己的脸侠了 他过去搞民调 现在他却要求赖清德要搞民调 那你说这像话吗 但是现在可不是蔡英文跟赖清德的决斗而已 现在是六大门派被蔡英文给齐聚一堂了 哪六大呢 当然首先是蔡英文自己的蔡系 接下来是陈廷飞自己成立的新的系统 那就是陈廷飞系 这是独立的 再者是绿色连线 然后是苏生昌这一线 然后我们还看到其他的散落的 包含永年会 或者是不支持赖清德的其他体系 加起来大约是有六个大小不同的体系 这六个大小不同的体系 基本上他们的利益都和赖清德不一致 为什么 因为赖清德很奇特 这个人只用自己人 再说一次 蔡英文他还可能用一点什么客观中正之人士 可是赖清德就不是了 赖清德是只用自己人 这个只用自己人的人 你呢是真的拿他没法说 跟他是没法说道理的 就好像说 大家知道台南市的林郡县 他是最优秀了吗 说一句实在话 整个台南要找比林郡县优秀的人 你随便一捞少说是三千个五千个 也就是林郡县说实在就是一个赖清德的小弟罢了 但是赖清德硬要他接棒 而这个要接棒的原因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 原因很简单 因为一个台南可能一年的利润 可能达到五百个亿的台币 四年下来不就两千个亿了吗 这么大的一个资产 如果旁落他人 他会觉得这实在太可惜了 这第一点 而第二点是什么呢 第二点是 如果被陈廷飞拿去当市长 那么赖清德以前的文件就全部落到陈廷飞的手上 陈廷飞可以把赖清德以前所有那八年当市长的 所有相关证物给罗织起来 到时候要算赖清德的账可就容易了 也就是说赖清德的把柄会等同于落入陈廷飞 以及陈廷飞后头那些支持他的大哥们的手里 哎呀这些大哥们可多了 包含支持他的这个 我们知道李玄教啊李和顺啊 还有郭欣良都是支持他的大哥们 现在这些大哥们每个人都很讨厌赖清德 那怎么办呢 到时候赖清德如果这些政务都到那边手上 那你说赖清德这位置还干得下去吗 肯定干不下去啊 于是你说如果要开放民调 那就变成陈廷飞上了 陈廷飞肯定出来选 而且肯定也会选上 那你说赖清德会放手吗 当然很困难 当然现在陈廷飞啊 开始用一种以和为贵的方式 要跟赖清德谈话 看看呢能不能跟他的和平的啊 来交接这个台南式的政权 但是啊 赖清德何等性格 他这种人啊 怎么会听你这么一个五十多岁的姑娘啊 说几句轻声细语 就如此的放下刀剑 这实在是就令人匪夷所思了 不过当然了 陈廷飞这只是喊喊而已啊 他这样至少可以对他的民进党的相关的选民 有所交代 你说是不是 但是啊 到时候九和一真的会变成是一个 以民调为主吗 还是赖清德觉得不放手的地方 就来一个真招呢 这大家可以想想看 我分析的赖清德信德 你觉得他会怎么做呢 感谢你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